昨天阿伟哥走了之后 我小姑他骂得我很惨 他说 他说怎么怎么样 他说 他还拿我以前的妈妈来骂我 就是我亲妈 我小姑就这样 他说以前我妈妈就怎么怎么样 他说所以你也这样子 怎么怎么样的 他还拿我的亲妈来骂我 骂得我的心好疼 我昨天好像一晚上都没睡 不用了 如果阿伟哥来找我的话 你们就叫他不要来找我了 因为 你们说的对 我不配当他的朋友 我不配 不配他帮我 所以你们就叫他不要来找我了吧 谢谢点赞 谢谢点赞 谢谢叔叔阿伯哥姐姐们的点赞 谢谢你们点赞 我长这么大 还没有人拿我的亲妈给我说话 但是我昨天我小姑就是拿我的亲妈来骂我的 他说自己的亲妈是怎么样子就生出来的 小孩是怎么样子的 嗯怎么怎么样的 带些什么莫名其妙的男人回来 怎么隔壁离职 也这样那样他说 他说怎么怎么的我也很累很累真的 但是我只是不知道累了该怎么办 累了该怎么样我只是不知道而已 你们知道吗其实阿子也很累 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就这样睡觉了就 我会那么累了 太累了 看到没有我坐在哪里 我坐在一个没有人住的地方 安安安静静的想着 我这一路走来 这一切的一切 从小到大就有一切的一切想着 为什么有些要活着就会那么累呢 我每天 每天在这个山上 除了造饭就是喂猪 除了喂猪就是做饭 除了干活就是干活 除了干活就是干活 干不出个什么东西来 你们觉得我不累吗 我也会认识阿伟哥 就不会那么那个了 但是我觉得认识阿伟哥 我之后我跟我亲戚朋友阿 这些不跟这个吵架就跟那个吵架 不跟那个吵架就跟这个吵架 不知道为什么 想一想不通 怎么想都想不通 好想好想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叔叔阿伯哥姐姐们 我好想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去的去 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谢谢 谢谢 赞赞 谢谢 谢谢叔叔阿伯哥姐姐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 去找妈妈 我也不知道我欠他们什么 真的我不知道我欠他们什么 我就欠阿伟哥 如果他来找我了 你们就叫他不要来了 我就一个人这辈子就这样子吧 谢谢 谢谢 点赞 谢谢 叔叔阿姨们加入粉丝团 谢谢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断阿子的支持 谢谢 不管每次干嘛 不开心 或者遇到什么事 都是你们在陪着我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这辈天也快黑了 但是我还不想回家 我已经出来几个小时了 我就是不想回这个家了 知道吗 谢谢 谢谢你们加入粉丝团 谢谢叔叔阿哥姐们 谢谢你们 但是阿子不知道 不回这个家 去哪里 我奶奶怎么办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谢谢你们加入粉丝团 谢谢 如果叔叔阿哥姐们 你们有适合的工作的话 给阿子介绍一下呗 阿子也想离开这里了 想去一个很远很远 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谢谢点赞 谢谢点赞 谢谢叔叔阿哥哥姐姐们的点赞 谢谢你们的点赞 出去打工是吧 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打工 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打工 我不知道去哪里打工 我去做什么呢 我去电子厂里面上班呢 还有去哪里 谢谢 谢谢 谢谢叔叔阿哥姐们的点赞 谢谢你们对阿子太好了 你们太支持阿子了 天哪 一会就 这个赞赞都快点到五万了 谢谢 谢谢叔叔阿哥姐们 谢谢 还有这个粉丝团 你们也一直在家 谢谢叔叔阿哥姐们的支持 谢谢 阿伟哥在找我是吧 你们去给他说不要找我了 也不要来看我了 你们去去给他说 阿子这个人 不值得你去关系他 怎么怎么样的 你们去劝一下他吧 就给他说一下不要找我了吧 因为你们知道吗 我这样一直让阿伟哥来找我 干嘛的 让他帮我 这样子 我觉得 凭我这个实力和这个能力 永远都还不了他的人情 永远都还不了 欠的只是越来越多 然后 我也已经够累的了 想这些想那些的 太累了 算了你们去去他 不要来找我了 好不好 来广州是吧 广州我都没去过 广州在哪里 广州阿子都没去过 广州在哪里 谢谢叔叔阿哥哥姐姐们的站在 谢谢 谢谢你们的站在 天越来越黑了 但是阿子不想回家 怎么办 阿子不想回家 谢谢叔叔阿哥哥姐姐们的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